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 网友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丧老大师为您带来的 刀好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 RNG对战VP的比赛 那么这个是2019年TI9的淘汰赛 败者组第二轮比赛的第一个场次 由RNG对战VP 那双方的这个对战的队伍呢 也是在昨天的比赛当中 那么RNG是在败者组首轮惨烈的 EBOE的比赛当中 1-0战胜了Lens 而VP则是0-2输给了老干爹 调到了败者组来去对战RNG 这个也是今天第三场BO3的比赛 今天一共呢是四轮BO3 那在这一轮比赛结束以后 最后一轮的比赛是TNC对战Liquid的比赛 那么那个比赛也是一个BO3 所以今天还是有比较多的场次 大家可以看 而且整体来说 今天的比赛的精彩程度都还不错 看看这场比赛RNG是掏出了炼金术式 而VP则是谜团加潮汐 这个谜团加潮汐 这种组合其实是一个中国战队 以前特别喜欢拿这种大团供的阵容 但是后来 感谢大佬之后老产 但是后来大部分都是在国外的战队 喜欢去搞这种事情 来看看这套比赛第三手拿出来的是一个魔法师 感谢董花生爸爸大佬的好多张半卡 谢谢大佬 感谢董花生爸爸 董花生爸爸的周国王已经第四了 感谢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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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摸摸搭 RNG在第三手拿出来的是一个拉希克 拉希克的话应该还是交给国树双去打 哎呦 VP这样比赛的这个BP 这个BP速度要不要这么快啊 到现在为止 备用时间连一秒钟都没用 他们甚至连这个 就是每一手自带的这个选择时间 几乎都没有用过超过五秒钟过 谢谢藤仙看见圣光了 大佬的办卡 谢谢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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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场比赛 RNG拿出了赌狗 炼金 拉希克 后边还有一个大哥呗 有一个大哥 应该还有一个三号位 三号位拿的是 Flyby的一个亚巴顿 亚巴顿加炼金术士 加拉希克 加赌狗 这阵容 VP目前这个阵容的推进 稍差一点点 稍差一点点 但是可以 还可以 因为他在这个阵容上面团战 是有明显优势 所以他倒是也不用特别担心 自己的这个推进问题 目前VP这个阵容 还是差一手中单 看看这个中单怎么去搬 感谢水德真君二代目 大佬的飞机 非常感谢 谢谢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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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P这场比赛 这个阵容略肉 而且RNG到目前为止 没有看到有这个无视模免控 那么 压巴顿不适合出BKB 你拿个练金术士 你这阵容基本上就白给 百分之百的白给 所以现在就看最后一手RG 怎么拿 他选择是搬掉了一个黑鸟 但是实际上对方已经把船长也搬了 也就是说你拿中单这个位置上 也没有船长可以用 如果你是打中单练金术士的话呢 你一号位现在 一号位的选择是很多了 现在是很多了 但是处理不了对方的这个大团控啊 讲道理是有一种拉比克可以选 但是这个拉比克要拿出来的话 应该也是国师无双去用 国师无双去用的话呢 就是中单或者莫奈的拉希克 但是这场比赛拉比克是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拿个拉比克出来的话 偷对面谜团的技能 这个是百分之百能偷到的 只要你自己不被拉住 那百分百能偷到 看个VP最后一手吧 打现在RNG这个阵容中单的位置上 VP这边有没有勇气打个什么中单AA之类的 我估计没有这个勇气 估计可能没练过 要是换成1G的话 估计这个阵容就拿个中单的AA出来完全有可能 团控是真的多 团控是真的多 拿个AA出来的话 这个练金术士根本就没有花一个空间 连艾伯顿都废了一块 但是他应该是不可能去选择拿练金 那不拿练金的话 最后一手 不会拿AA的话 中单这个位置上 对于NO1而言 将比赛打练金术士 其实NO1可以拿 拍拍熊或者是大胜 拍拍熊或者大胜 这样比赛拿出来都是可以的 对方的拉西克不一定走那条路 如果对方拉西克选择是走中的话 你的拍拍熊扔边上去就走了呗 找他的这个练金术士对线 他打爆了就可以了 这场比赛就GG就赢了 我关注说蓝猫 蓝猫 还有观众说宙斯 宙斯也可以 不过感觉VP一般 VP想了这么长时间拿出来的英雄都挺瞎的 看看这场比赛这个英雄能瞎成什么样 VP这个阵容 这支队伍真的 VP这支队伍是真心的一个 他想的时间越长 他的脑回路就会越清奇 最后拿出来的英雄就会越诡异 想的太多 反而不如不想 你知道吧 拿出蓝猫来了 猫五大波战 NO猫 莫奈的链接 三次的中南拉西克 拉米西斯的小狗 也是 三次的一本 青类 稍微 叶大 凉 凉 凉 有 回来了 我去拿了个水 顺便给大家说一个体验预告的一个事 就是这两天我们家小区里边要重新铺地 所以如果哪天他要重新铺地的话 他就要先把原来的地刨了 然后因为我们家要住一楼 所以这个噪音会非常大 如果出现就是这个袍地的噪音过大的情况下 我有可能要把这个电脑挪到另外一个卧室 然后当时呢 如果临时挪的话 可能会需要前前后后估计要布置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所以如果中间出现这个情况的话 跟大家体验胆时招呼 有可能会漏一两场比赛 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先跟大家说一声 还说你不是富二代卧室那么多 一共就俩卧室啊 这是另一个卧室有问题吗 难不成我们一家三口要住在一个两平米两平米的房子里边 晚上都站着睡觉 就一床被子跟口罩那么大 晚上给孩子盖上肚琴 非得这样才行吗 还没有房顶 外边下小雨 屋里下中雨 外边下中雨 外边下中雨 屋里下暴雨 有的时候家里雨太大了 都到院里避雨去 我不能这样玩 三十秒 战斗 什么事儿 刚才上来这波上来是要拿一血拿阿福的一血阿福这个位置应该暂时不会死阿福这里转身关小狗小狗一级生的这一个这个撕裂手的一级 伤口呢这样拉米西斯的小狗要给了这个人头肯定是给了 最后拿到人头的是小歪格出装的小歪这个攻击力比较高 是吧 这里一上来 伏蓝伯生了个被动 然后追了酒吧 一顿爆锤 你这个人不给我动可乐 还偷我可乐 我总的天这可乐都不够喝的 你还老强 还不给我弄凉呢 都得靠我自己弄 什么媳婦 这是 征婚征婚 讨厌 执不上 气死我了 这边刚一开始RNG这边呢 练金术士这场比赛走的是一个优势路 赌狗来保 对方呢也并没有 并对方选择让小狗来跟他兑现 然后加上一个蓝胖子 小歪呢跑去野区骚扰对方的迷藤打野着了 大叔做我媳妇吧 大叔做我媳妇可爱情 看一下这里小歪这场比赛 国书双的小歪对于这个谜团的骚扰到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成功啊 可以说 这个谜团到现在为止的经验已经是崩盘了 正常情况下 谜团这回应该早就已经升到二级了 结果现在谜团手里面只有35点经验 距离升到二级还差200 这里小歪又是转一圈 转一圈估计还想去找去 不过这个谜团从下路的野区转移到上路野区以后的话 这个小歪不太好过去 因为对方可以从这个两个塔之间直接穿插过去 但是小歪不行 小歪要是直接穿插过去的话 估计就在里边被夹死了 所以这个还是有点困难 上路的对剑潮西这个地方 虽然是被这个亚伯顿一直在用被动挠 但是亚伯顿的一个被动毕竟不加伤害 不加伤害 这边关上再叠一层 五层 然后再追着A 再追着A 还是打不死 后来这个应用还是有点太硬 看书一群大佬 爷们问你那羡慕你什么感受 我身体不行 我身体不行 都遭不住 感谢大家的厚爱 但是咱们这个身体条件有限 是吧 岁月不饶人啊 前期打了三分钟 现在下路炼金保的还是比较成功的 那独狗这个对对对方前期的一个压制做的还是比较到位 连接收拾手里面的也是很早的买了一个锁子甲 所以这样的话再加上塔的这个高达保护 再加上圆盾 那独一波塔刀还是很舒服的 男人怎么能说不行的 男人啊 这个该不行就不行 知道吧 能屈能缩 不能硬刚 硬刚对大家都不好 该不行就不行 行也不行 哎呦 这个反补 这个反补 谜团 谜团这一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已经不知道反补到自己多少个小谜团了 几乎所有的小谜团全都被反补掉了 小白到目前为止 黏着这个谜团搞了半天的事情 只有三个正步 谜团这边反补一大堆 现在从这个小白对于谜团的骚扰来看的话 真的是满美 到目前为止谜团四分钟才刚刚升到二级 他这个经验是刚刚升到二级 谜团这边看看这里小白又是过来骚扰就是帮你打野 今天不干别的 我今天小白就是要证明你比他拿出来就是穷 想当经济黑洞 经济黑洞的机会都不给你 你只能当黑洞 没有经济 给小白这个地方是仗着自己旁边里有两个兵 仗着两个兵的淫威呢 这里跟solo想要较量一下 但是solo这个地方表示自己一个人顶着两个兵也把你捶爆 看看这里柔者二级居然生的是个凋零 鲁水这个地方二级为了打野 这打野居然是生了个凋零 这被骚扰的好惨 现在从前期的一个发育来看的话 那么RNG这个练金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基本算是无解肥的状态 普刀方面没受到什么太多的干扰吧 小狗手里边只攥着五个反驳 所以足以见得这个练金术是没有被对方骚扰的太惨 柔者这样比赛呢 被小白这里小白又来了 不过这波就是瞄着中路的这个蓝猫 准备卡一波蓝猫到六之前 到六之前准备游一波 这里准备着两个人分别从两个方向绕过去 然后呢其中任何一个人打到先手都可以杀 这里绕过来关 TS的位置好像有点远 小白又赶紧跟上来拉住 TS给上一个撕裂大地 中小白扛塔 落地以后被蓝猫子直接落地的蓝猫子 加上自己的兵线和防御塔击杀掉了小白 这波对于蓝猫的游走的话 还是体现出了RNG很高的一个战术素养 因为蓝猫这个点你要让他到六级再杀的话太费劲了 卡六级蓝猫在快到六级的时候 因为他要马上想要让自己到六 所以他不会舍得去把中路的兵线放掉 那么这个时候是蓝猫最容易大意的时候 但是反过来也可以说明就是 None在对方地图上两个酱油全都消失的情况下 仍然选择在中路站位这么靠前 也是足以见得这个家伙 他有点大意 讲道理有点大意 因为对方是两个酱油同时在地图上消失 并且这两个酱油已经消失了很长时间 在这样的情况下 蓝猫还是没有选择缩在塔后 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None的这场比赛一个处理的不够细致 真的是不够细致 现今这个地方呢是六级了已经 在下路美滋滋的已经送到了六级 上路是六级的亚伯顿打六级的潮西 两个人现在互相伤害 潮西这边打 他打这个亚伯顿主要的优势是在于 可以给毛鸡带皮 但是亚伯顿他的好处是 对方的毛鸡现在的这个效果是可驱散的 他是可驱散的 那么你一个毛鸡打到我身上以后 你靠着皮你可以不掉血 但是这个时候我可以去给自己一个无光盾 然后追着你砍 如果你打我的话 无光盾爆掉 你自己还会掉血 这个就比较赚了 这里毛鸡呢 又是依靠一个 三五在这里拉双野 发育的美滋滋 前期的一个对线 到目前为止的话 毛鸡的这个炼金 已经可以顺利的进入自己的一个发育节奏 而且队友也 这里也是给他做好了各种各样的保护眼 河道入口的保护眼 自己家里野区各种各样的增加眼 前后都做到 国书霜顺便外边送个死 吸引一下对方的注意力 那么上路现在把对方的潮汐也是压到了这个下路 让他被迫抱团 小狗现在跟这个亚伯顿单挑的话还是能打得了的 小狗打亚伯顿还是能打得了的 主要是小狗现在是一个吸血 有点不讲道理 这场比赛小狗看出什么装备 如果这场比赛小狗选择出这个点金加上灰奥的话 那这场比赛 VP就不是特别好打了 这场比赛小狗 其实还是让自己的输出尽早成型 早一点成型的话 可以配合自己的队友尽早的去搞些事情出来 下路这个OB是露了一个人头 不过问题不大 露了一个solo的蓝胖子 蓝胖子这个时候过来的话 下路的保护眼做的很到位 下一波估计solo还会再来 不出意外的话solo应该会带大量的针眼 然后再来你的野区 看一下这个solo身上的装备 带了三个针眼 三个针眼三个假眼 他应该是会再进入一波你的野区 像这蓝猫蓝不多了 还要再追一下再飞一下漂亮 这波对于这个ZS的击杀还是挺极限的 省了潮汐一个大 上路小Y也是赶到了上路来帮这个亚巴顿 两个人一起去集火这个防御塔 亚巴顿这个英雄 其实他现在作为一个三号位的话 肉盾型三号位 他还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选 因为这个英雄在游戏的后期 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他的天赋加血配合他的A帐效果 配合一些在游戏的后期还能够出到的一些高等级的装备的情况下 这个英雄他在团战的时候可以充当一个非常完美的奶妈和肉盾 虽然他的输出可能仍然是没有能够成为大家所能够器中的一个点 但是作为一个奶妈和肉盾 他现在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存在 就是在你不需要三号位去提供输出的情况下 亚巴顿是真的一个很优秀的选择 我说想看下击杀数据 目前击杀数据 大家都是只杀了一个人 死了最多的是小Y死了两次 其他的被击杀的次数这边都是一次 这样比赛小狗选择去出点金加上归曜的话呢 就是说打算跟对方去硬钢正面 硬钢正面的话 就有一个问题 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小狗这个英雄在硬钢练金 如果没有队友帮他出这个大勋章的话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小狗打不过练金 可能大家觉得小狗这个英雄正面一打一的话是强无敌 对吧这个单体输出爆炸 但实际上如果是这种肉搏型炼金的话 打小狗这种单位简直不要太轻松 炼金的那个攻速就是随随便便出一点攻速装 就可以达到一秒钟A你个三四下 这炼金随便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攻速 然后配合什么这个配合个晕锤啊 配合什么这个强袭雷锤啊这种东西 加上他超高的一个回血速度 小狗打这个炼金其实真的是很吃力 不会身怀六甲的身怀六甲那种炼金术是 不会不会再出现了谁再拿这个身怀六甲的炼金术是呢 就是自己白给炼金术是这个英雄强袭绝对是质扁装 没有之一绝对是质扁装 大叔这边看好谁 目前这场比赛还没有开团 所以目前看不到这个VP他们在团战的时候 采取是哪种策略 VP这样比赛因为是双团控 他们可以打这个就是一个大招第一波团 或者是一个一个大招 和一波团两个大我都放 然后尽可能追求一波团的收益 都有可能看到这朝西直接交大 反打迷团大招拉三个 两个技能全交 这样的话这波打完了以后是只剩一个亚巴顿 朝西现在暂时打了一波一换二 这个蓝猫上来以后留住亚巴顿 亚巴顿这个地方还在撑 再加一股弓弹吃正弹 这个时候没有其他的人来救吗 没有其他人来救的话 这个亚巴顿感觉还是很难跑得掉啊 蓝猫的下一个飞要有了 飞和拉应该都有了 这个时候再拉一下 蓝胖子给一个F 诶 这不追了 这不追了 蓝猫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蓝了 看到对方小Y的一张TB直接选择撤退 那么这样的ZOLO应该是没了 给拉住 然后呢过来粉杀 漂亮 这样最终这波团战的结果打成了一波二换二 那么RNG赶紧进攻 这个时候赶紧进攻 对于RNG来说 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就是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把对方的中路一塔和下路一塔全推了 就是一个亚巴顿 或者任何一个队友 能够去跟这个小狗对单的人 一个人去跟他对单 然后其他的人直接抱团 把中路一塔下路一塔全给他拔了 这个时候对方迷团潮汐 都没有大招的话 就是两个废人 然后蓝胖子这个阶段也是个废人 小狗现在他在攒呼药 他也是个废人 只有一个蓝猫 蓝猫是No One玩的 所以还是个废人 也就是对面现在是五个废人 而你这边炼金是灰耀刚刚做出来 对方没有大招的情况下 直接就推对方的塔 把塔一拔 视野一座 这个场面的优势就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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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上路又被蓝猫抓了 风浪吹起来落地被一个F定了 所以蓝猫直接给了一个个超普光直接打死 而蓝猫赶上来以后呢蓝猫的可以直接送死了 蓝猫的这个地方已经不需要浪费时间了 直接在顺利里面拖一秒是一秒 小狗这场比赛不出这个不要了 选择出毕章 毕章现在也快做出来了 眼睛毕章 上路的2P选择过来推上路的2P 这根淘气的大招已经好了 你没有BKB 淘气的大已经好了的情况下 你这个团战要被对方斜杀了 斜杀毒狗没毛病 不要去理他的亚巴顿 亚巴顿让小狗慢慢挠就行 眼睛这个地方好像还刺爆了一波吧 刺爆了还是被solo给炸了一下 看到谜团 谜团这个地方是被直接TS切过来以后给打死了 漂亮 结果再带走你的亚巴顿 就被这个狼猫给带走了 看还有没有机会 在这里莫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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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招没了 一个瓶子炸了三个 但是没什么老用 塞了素这个位置又被对方三个人挤火 直接打死 RNG一个团战呀 潮汐没大的时候不去打 等潮汐大招赚好了CD了 跑过来这人开了拨团 然后打了一拨换武 有的时候你看这个比赛吧 就是没有办法 明摆着对面没有潮汐大 没有谜团大 你这边的炼金灰奥刚出 他的就是五人爆团 去拆对面中路一塔 拆完中路一塔往下路一转 拆下路一塔完事 对吧 对面这三个一塔全都给他拔了 拔了以后 你这边进攻室也一坐 你就让炼金刷去呗 对吧 让炼金刷去 让炼金刷去 然后这个队友就找机会去骗对方大招呗 拿命骗对方大招 骗一波大招打一波团 骗一波大招打一波团不就完了吗 你这 这个时候你又来了 这个时候人家谜团有大了 对吧 这波是我 我这个潮汐没有大 我谜团有大了 你给大招 钻住 先弄死你一个酱油 再打死你的炼金 你这不白给吗 这团战打的 这不就是白给吗 然后等这拨人活了以后 再抱团 潮汐他又好了 哦 哦 中堂已经落下了 双团控的核心思路 就是说潮汐加谜团的核心思路有两种 一种是一波团战把你尽可能的打团灭 我双大尽可能给你打团灭了 不让你有这个反扑的机会 另外一种就是更加稳妥的思路就是什么呢 两个团之控用一个留一个 就上一波团控我用的是潮汐大 然后呢我迷团大招当时CD还没有赚好 但是这波你再过来我迷团又大了 然后当你再复活了以后 你再过来跟我开团的时候我潮汐又有大了 就是我总有一个大团控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时候RNG是要顶着对方的这个潮汐的团控 你想这个时候打对方潮汐团控的话你就需要有BKB 就是对于对方这种双团控的阵容来说的话 首先你需要具备的就是BKB 如果你能一波团把对方两个大团控打出来是最好的 如果打不出来的话你就被BKB 然后用买活去顶对方这个无视BKB的团控 对方带着无视BKB的团控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跟他打一波 如果打输了买活过来打第二波 带着BKB去顶他的那个另外一个团控 这个是强队在面对团控阵容的时候最基本的一个战术思路 这里拉了一个假的 拉了一个假的小狗开始狂暴强行去打这个毒狗 那么这波这个小狗白给了 小狗成功的送了一波 然后潮汐这里又白给了一个大小 给机会啊这波给机会啊 连金的经济这波杀了一个小狗给了370 这真的是给机会 而且这波这个No One的蓝猫 他拉人拉错了 这个还不是毒狗操作好 还不是毒狗操作好 因为他在拉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毒狗在关完自己出来以后 毒狗只有本体动的 他的幻象都是原地没动的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 蓝猫去拉了一个幻象 哎呀这块蓝猫吹起来 落地定住直接扬住 蓝猫被秒 漂亮潮汐这根没有大 蓝猫选到了买活 蓝猫打断买活过来送两条命 这时候先把你潮汐砍死 潮汐砍死以后 迷团的大招CT应该还有一会吧 还有不到10秒钟 阿虎这个位置被对方追死 看看这里蓝猫在飞走 迷团在找机会放大 迷团在找机会放大 但是拉美西斯的小狗这个地方上扛不住 看看这个狗也拉大了 大招拉住但是被秒吹 直接打断 直接打断了这个大招以后 蓝猫这个已经飞空蓝了 小狗只能开始狂暴往回撤 被打死的两个酱油 小Y和这个独狗两个人双双死能了买活 赶回到战场 配合队友就击杀掉了柔热的一个谜团 这一波团场打完了以后 RNG这个场面上就占优了 因为对方现在没有双团控 双团控都没有 赶紧过来打个肉身盾 拿到肉身盾以后呢 他的师就拔个塔 就是他的这个优势时间 是可以覆盖到一个肉身盾 加上一个防御塔的 把这个做到以后呢 再去回去刷钱 这个截斗就完美了 所以是有限东西 不是不能保护 我觉得是有限的 再一个优势 那下一步 是一步 回来 好 回来 回来 看完这块拉住 拉住以后这里链金 攒一个0.5秒的瓶子扔出去 留住这个小狗 小狗这里赶紧走 没有大招 有狂暴 开狂暴TP 七位八笔张 撤了 现在潮汐的大招CT已经赚好了 那么只有潮汐一个大招的话 现在练金术 是因为这样比赛选择出的是BKB 所以目前练金倒是不是很害怕这一点 团队经济方面来看的话 RNG目前终于是实现了团队经济的一个反超 下路的一塔拔一把 下路一塔拔一下蓝猫 现在的经济是9500块 小狗11000 那么主要这个VP的经济好的点 也是在这个迷团还有蓝胖子身上 这样比赛少有的这个solo的蓝胖子 经济居然是不错 看下这里下路的二塔 下路的二塔 因为现在迷团没有大 所以短时间内这个VP还是缺少 对于RNG这个团战的一个绝对优势 双这个时候他们在想 只依赖一个大招 去把这个团阵打赢 就已经开始有点困难了 输出不够现在目前 而且迷团在没有BKB的时候 他现在这个大招不好拉 上一波团战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 大招刚一拉出来 直接被吹起来 秒断 练阶战出了场景 BKB强袭 那下辆装备准备是跳刀 加上这个晕垂 这样比赛莫奈的这个练金 还是出装思路非常的清晰 而且出一个强袭用来去打小狗 也是一个神器 16级 目前练金所需要的无费 也就18级了 等到18级 现在就在 对方没有 现在对于RNG来说的问题 就是对方双大 对方双大的这一波 能不能够去顶得住 因为这个时候强心上高 其实是有一定风险的 有一定的风险 对方双大都有 这个强心上高 这个蓝胖子 这个蓝胖子这个地方有点没办法 这个时候队友来不及救 后排是蓝猫和这个小狗两个人在后面 准备先去切你的后排 找你的小牌跟毒狗这两个点 这里过来直接找你的小牌和毒狗 但是蓝猫直接被秒杨 落地以后小狗先提前放出来 找毒狗 这条西交大 但是小狗被毒狗给上了一个毒 然后小狗这里还在追毒狗 小狗被毒狗关进来 毒狗关了小狗又出来了两条狗 这样的话再找看看九花夏 九花夏这个位置 九花夏这里疯狂的游泳往回跑 莫奈一个瓶子扔上来以后 再给上一个进 这个弗莱曼这个技能给着急了 直接给上一个无光盾 还差一点点这不追了 不追了跑太快 外面吹起来一个小狗 小狗落地开狂暴 然后挠两下 三速这个地方不紧张啊 这个地方完全不紧张 你也知道你不可能杀得掉我 旁边站着毒狗的 你不可能杀得掉我 这样RNG这一波是成功的 拼掉了对方的一个谜团大 加上一个潮汐大 而且胜利的击杀 开掉对方的一个中部高地 自己也没有任何的损失 潮汐这边升到17级半 这里又是一个瓶子 定住 再击杀你的蓝胖子一遍 谜团买活没有大是没有用的 这波打完那会应该是可以GG了 小狗这波被秒 卖活出来再接着手 但是现在练金你钢不住 你钢不过这个练金 纯说正面硬钢的话 这个练金现在真的不虚拟 毒狗这个地方 又是给上了一个大招 小狗又被减速 追不上人很尴尬 蓝胖子过来 给上一个技能以后呢 小狗赶紧钻蓝胖子 蓝胖子这也还不想走 可以杀莫奈 打掉莫奈的第一条命 打掉莫奈的第一条命 这没人打他了 觉得这个莫奈第二条命 站起来以后杀不掉吗 跑去打一个有大招的亚巴盾 这样的话 你这不是给莫奈 赚大招CD的机会吗 这里莫奈开着BKB 往回跑 蓝胖子也拉住一个 带走莫奈 这是在卡他的复活盾 这个VP nice 这个复活盾时间我没看 漂亮漂亮漂亮 卡复活盾的CD 有点厉害 这个地方我没有注意盾的时间 这VP 好戏这波 我还以为他们是怕炼金站起来 我自己居然作为一个解说 没有注意到盾的时间 哎呦 nice啊 VP这波nice啊 打成一个死血 然后没人理这个炼金了 但是还是破掉了两路 还是破掉两路 并且由于距离兵线太远 还要回家守高 所以这个VP也没有机会去逼VP的这个 逼RNG的买活 这波是真没接过 真没注意到这个肉探盾的时间 确实VP这波 是什么呢 我把这波是在一起 是什么 我把这波都给你 我把这波都给你 以为你可以 把这波都给你 做出了 我把这波都给你 把这波都给你 做出了 我把这波都给你 咱们这个我不是没有圆回来 这不是确实是我没注意到 这个不是圆回来 没有必要的 自己没注意到的问题 不用非得找个借口去圆 实实在在的不好 大家简单一点 没注意到就是没注意到 这又不丢人 人家表现的好 比咱们职业选手的水平比我高 这很正常啊 没有不丢人 没有不用圆 这种事不用圆 这边团战 亚伯顿在前面去顶 这里给了一个三倍暴击 不过问题不是很大 亚伯顿这边山手笛子 笛子也是很结实 看见这个亚伯顿这边在拆对方的圣蓝 一个人顶在前面 那很硬啊 这亚伯顿这边开悟 靠着双大枪打一波 这个时候因为你是没有路三盾的 没有盾的话先到后排 打的这个幻象 链接这里开着BKB 顶掉了对方长期的大招 但是后排 RNG后排被切光了 RNG的后排被切光了 两个降游双双的软灯的买活 链接这边过来切 谜团没有第二个大 潮汐也没有大了 链接是不是 在人群当中 两把西瓜刀 从南天堂砍到了 同来动物 一波冲上去 蓝猫这个地方飞空蓝了 连进在眼前的一个小小的墙壁都过不去 自己飞空蓝了这个地方 驾到三四 完成了一波双杀 蓝猫可以买活 但是你买活 现在双团控都没有CD 这白猫没有用啊 没有用啊 这里走排着 直接被盯住 一顿输出 瞬间打成了一个死血 这里蓝猫飞出来以后 被秒杨 杨完了以后呢 打死 放出来了一条狗 这个狗在追着阿福 狗在打毒狗 但是毒狗把自己关起来了 关起来以后 出了三条毒狗 这时候自己又被小白 直接拉住 砍死 Nice GG 恭喜RNG 在双方BO3的第一场比赛当中 先下一场 先下一场 拿下了首场比赛 非常非常非常漂亮 这场比赛 在练金的强势期 RNG还是把这场比赛的 游戏时间 控制在练金的一个强势期 结束掉了比赛 整体来说 双方这场比赛 失误都有 互有失误 但是也都有 各自表现 比较精彩的地方 前期的几波 迷团大招 拉的都非常的漂亮 但是在一波 关键团的时候 由于迷团还没有BKB 而这个TS身上的风胀 是一个秒吹 从那一波开始 整个VP就兵败如山倒了 前期RNG这边 国书章的小白 对于对方的 谜团打野骚扰的 也可以说是 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在若干因素 叠加在一起以后 RNG这场比赛 最终赢得了比赛 那咱们稍微休息 以后带来双方BO3的第二场比赛 我们下场比赛见 摸摸搭 谢谢各位